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豆角焖面 一根青葱,洗净,切成葱花 一斤豆角,去掉两头 然后切段,三厘米左右,放一旁备用 中低火热锅,倒入一汤匙油 二十秒钟后,倒入刚才切好的葱花和豆角段 不断翻炒至有香味出来 加入一茶匙盐 一汤匙生抽 搅拌一下 然后分几次,倒入大约四分之三杯的冷水 将豆角均匀铺在锅底 大家看情况也可以再多加一点水 但水的高度一定不要完全没过豆角 要不一会儿蒸面的时候,面会坨在一起 然后再把面条均匀铺在豆角上边 盖锅盖,继续用中低火蒸七分钟 然后打开锅盖,将面和豆角搅拌均匀 再盖上锅盖,蒸一分钟 最后撒半汤匙的香油 搅拌均匀就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,拜拜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